北京时间昨天凌晨 意大利甲级联赛结束了最后一轮的争夺 领头羊AC米兰 贺场3比0大胜萨索洛 时隔11年再次夺得一家冠军 此役AC米兰身穿潜色球衣 赛前他们领先第二名国际米兰两分 由于在与同城对手的胜负关系中占优 AC米兰本场只需要打平就可以吻获冠军 萨索洛排名中有 最后一轮无语无求 开场后米兰就对对手展开了猛攻 不到10分钟就获得了4次破门良机 但都没能转化为进球 第17分钟 米兰的比抢终于收到成效 蓝阳断球后突入禁区 他的分球找到了吉鲁 35岁的法国前锋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为米兰首开记录 慢镜头显示 吉鲁的射门先后从对方后卫和门将两腿之间穿过 第32分钟 米兰复制了第一个进球 又是莱昂抢断得手 随后他再次助攻吉鲁建功 2比0 本赛季莱昂贡献了11个进球和10次助攻 这位22岁的葡萄牙边风 当选了一甲最佳球员 第36分钟 米兰第三次利用强断后的快攻改写比分 这次进球的换成了凯西 据报道 这位科特迪瓦中场将在本赛季合同到期后离队 很有可能加盟巴塞罗纳 上半场就三球领先 米兰基本上已经锁定了冠军 下半场他们换上了40岁的伊布拉西莫维奇 11年前也就是米兰上一次一甲夺冠时 伊布就在阵中 死一上场后他曾打进一球 但传球的莱昂越位在先 进球无效 最终米兰3比0去胜 拿到了俱乐部历史上的第19个一甲冠军 从而追平了国际米兰 并列排在历史第二位 这落后于尤文图斯 颁奖仪式上米兰球员一一入场 其中20岁的丹尼尔·马尔蒂尼最位特殊 他与自己的父亲米兰传奇 保罗·马尔蒂尼击掌相庆 而最后一个出场的队长 罗马尼奥利最终举起了一甲冠军奖杯 不过随后的欢庆时刻中 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主教练皮奥利在与冲进场的球迷们庆祝时 刚刚获得的金牌被偷走 好在一甲官方表示 将为皮奥利补发一枚金牌